几岸乡112学年度第二学期各级学校校长联席会议在华人国小举行 校长邱中信他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针对近来中区学校发生校园霸凌事件 会议中特别提出研讨 希望可以透过经验分享和案例分析有效来降低校园的霸凌 还有围棋式的事件发生 而香港游淑珍特别出席会议也聆听了各校共事 他还表示相公所会全力配合各级学校携手努力 朝向健康学习校园霸凌的生活 几岸乡112学年度第二学期各级学校校长联席会议在华人国小举行 校长邱中信主持会议时强调 针对中区学校发生校园霸凌事件 在会议中特别提出研讨 希望透过经验分享和案例分析 有效来降低校园霸凌还有围棋式的事件 我们这一次所挑的主题是延续 县的校长会议的主题 有关于围棋式跟校园霸凌这个事件 所以在校园校长会议因为它特别重要 想说我们在校园校长会议再继续来做一个分享跟讨论 那透过各校的案例的分享 可以提供给各校在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经验 那务必一定要达到所谓的零霸凌 零性命事件 提供我们学生一个非常友善的学习环境 就本校来讲它还是会发生这些事 对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宣导跟讨论 那提供累积更多的处理经验 不管是事前的预防 事中的处理经验事后的辅导等等 我想这个都是各校应该要去当作校务推动的重点项目之一 吉安厂长游淑珍特别出席会议也聆听各校的共识 并且表示相公所会全力配合各级学校 共同朝向健康学习校园临霸凌努力 今天特别来参加我们吉安厂境内国中小的校长会议 要带来的是满是感谢师长的用心 孕育孩子健康活力的成长 也谢谢花莲县政府县长的铺陈 让十三厢镇是教育的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私信 在地的吉安厂也创下了112年出生宝宝504位 成为全花莲县第一名的出生率 择五旁贷我们希望能够现乡协力 一起携手做好建设以外 更要铺陈圆满全方位健全的教育 特别来到我们的校长会议 来跟校长们至上深深的满满的谢意 感谢师长们每一天的用心 有你们真好 乡长游淑珍感谢校长和老师们 提供孩子无奇事快乐成长 丰富学习的安全环境 戒旅会接下来报道